陶思玄 本期节目陶思玄与您共同探讨 当新婚遭遇公婆 何习频繁冲突 男人该怎么办 我第一反应就是 他需要这样的冲突存在 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冲突关系在 多半跟他原生家庭的那个关系 是有连结的 因为家庭是复制性的 父母之间的一个情感关系是什么状态 那么到了你这一代 如果中间没有你自己有意识的一个学习和反省的话 你的关系也会是上一代关系模式的复制 不会有创新 就是一个复制 所以他是很有可能 在原来的家庭里边 就是一个处在劣势的 然后经常要去面对冲突的 这样的话他会是一个弱者 会是一个家庭冲突的受害者的角色 所以他会沿袭到 在这个新的关系里边 你看比如说他已经知道了 妈妈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那什么样的人能跟一个很强势的人相处得比较好呢 一个讨好事沟通方式的人 可是他没有找一个软弱的女人 而是找了一个更强势的人 让那两强相遇来冲突 为什么要找一个强势的 而不是一个柔软的 能够让这个关系相对容易相处的人 这个里边是有很深层的一些 家庭角色的感受和经验体验 它是需要时间去处理的 如果真的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两个女人开始冲突 就要开始叫停 这个男人要站在中间叫停 然后我们来说事情 不是发脾气 就是论事 任何一方只要是带了情绪的 立刻把他震出局 暂时地让他离开这个场景 不管是谁 除非你能够我来谈这个事情 而不是来去攻击你 用情绪来攻击你 你才可以再回到这个场景里边 如果你做不到 对不起你先离开 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大家都养成一个 说事情的习惯 而不是去用情绪应对一些问题 那如果这个男人很懦弱呢 他跑了呢 或者他躲起来了呢 那就意味着他根本就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见到过的例子是 最后这个男人没有办法了 离婚了 可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满世界地在找的第二个太太 依然是强势的 他不会长记性的 他没有说 因为我前任太太就是那种刚烈的 跟我妈妈总是合不来 然后两个人一直吵吵着天翻地覆 最后不得不以离婚而告终 不会 他脑子里边清洗得要命 他就出去征婚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我的上一任婚姻就是因为我妈妈和我太太的冲突太激烈了 没有办法 毕竟老人嘛 我要孝敬他 老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就离婚了 让我妈妈高兴一点 他讲得非常清楚 那接下来的太太 我一定要让这个太太跟我妈妈的关系处好 可是他看上眼的全是刚烈的 为什么 这个潜意识的指引 你潜意识里边把自己贴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你的潜意识就会引带着你去朝这个方向去走 如果说在你的原生家庭里边 你给自己选择的角色是家庭关系的 家庭冲突的受害者 你下一个一定还会找一个制造战争和麻烦的人 因为不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充当受害者 所以很多的问题 他真的真的不是我能够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就能一招致敌的事情 你们大家可以想想看 当你感冒的时候 打针吃药 你还得七八天 可能有的人会需要十多天才能好 对不对 伤筋动骨一百天 为什么到了心理问题的时候 你就期待着能一招致敌呢 肉体的痛苦可以忍受 心理的痛苦可能忍不了 可是心理的问题恰恰它隐藏得更深 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更久 因为多半我们对于关系的这种认识 都是在你七岁之前 那个地图已经画好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亲密关系值不值得信任 跟爱人相处是一个什么模式 差不多在你七岁之前 你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模型 然后你会在七到十六岁这几年里 干一件什么事情 我找证据来验证我这个模型是对的 就比如说我的脑子里小的时候 我会经常看到爸妈妈吵架 那我对于亲密关系的认识就是 世界上是不会有幸福婚姻的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吵架的 所有的婚姻都是吵架的 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标签 七到十六岁 你就会满世界地去找那种 经常吵架的夫妻 经常吵架的恋人 一次一次地来印证 我最初的判断是准确的 那么后面你再会找一个 什么样的爱人呢 你也会找一个会经常跟你吵架 发生冲突的人 否则对不起你最初的模型 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变 自己现在的这个生活状况 要改变我们的两性关系的质量 婚姻的质量 以及我跟人相处的沟通方式 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它是需要一个累积 我今天学习一些东西 然后我把它应用 让它变成我新的习惯 明天我再学一点东西 又不断地去应用它 让它再成为我的新的习惯 你才能慢慢地改变 自己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 应对模式 行为模式 有人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以后呢 他是农村来的 那么每一年过春节的时候 我都必须要跟他回家过年 在农村过年的这几天之内 是对我人生的一场炼狱 因为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 跟我在城里的这个环境相差甚远 每年我们都会吵架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好像听起来他也没打算离婚 只是吵吵而已 吵完了还得跟人家回去 忍受着那个炼狱 首先第一他不打算离婚 第二呢 他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先生的这个态度 那个农村是避回不可的了 你既然没有别的选择 干嘛不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觉得农村的年还好啊 蛮有意思的 就你可以了解一下 农村人之间 他们是怎么交往的 他们之间的那种语言系统 跟城里人使用的语言系统 是有很大差异的 你不觉得那是个很有趣的事吗 你可以尝试把它变成一种经历 而且我真的觉得只是几天而已啊 一年365天里边 这只是几天 它会很快就过去了 如果你能够脑子里边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365天 我只有5天在这儿 你的心情会自然地平复下来 通常我们的那种煎熬 是来自于看不到结尾 看不到结束 你才会有很强烈的煎熬 那如果你能够看得到那个结尾 就是再难过的日子 我从西梦斯到地板上 再难过不也就是5天吗 已经睡了360天的西梦斯 5天的地板 不妨去感受一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它会很快过去 我觉得它这个里面 还真的不是说是 对那个外在条件的一种不满 而是说在这场战争中 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赢过 我觉得更深层的是这一个 如果是这个的话 那么是两个人可以来讨论的 我建议他会很直接地去跟先生讲 过年的时候 我也希望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那如果不能在一起 我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会难过 我会心疼 我会挂念我妈妈 我父母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男人 应该不至于不讲道理的 这个程度 两个人是可以协商出一个 都能接受的结果 我讲解了一天 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 说就是最不可思议 吵架的原因 其中有因为这个回哪一家过年 甚至说因为这个争吵 从而离婚分手 甚至就是老死不相往 像仇人一样 对 大多数人是一个 醒着的做梦人的状态 其实这就是症状之一 我们真正在吵的 就是一个回谁家过年吗 不是 这只是表象 我们在真正在吵的是 我心里边挂念我的父母 我想孝敬他 我想让我的父母开心 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到 我的这一份心 再往下去探讨就是 由此判断 你完全不在意我 那你爱我吗 其实我们真正在意的是这个 你爱我吗 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 你是爱我的 只有当你在意我的感受 关注我的感受 尊重我的感受 你才是爱我的 我们都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身体 那怎么办 去了你家我就不能回我家 去了我家你就不能回你家 所以两个人是真的要来清醒地意识到 我们在争论的这个问题的表象之下 我们的各自的情感需求是什么 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再去讨论和协商 才是有效的 如何应对与凤凰男结婚出现的问题 我会建议大家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结婚之前 那个证书领之前 一定要把两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睁得越大越好 你一定要去想 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能容忍的 就他家里会有一堆一堆的人来城里找你 然后会有很大的差别 在那个生活习惯上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凤凰男 然后我就听他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吗 就是他每天家里边都是一拨人坐在那 等着他回来 然后就这个是那个事 找工作的 什么什么 包括被警察抓的事 什么都来找他 因为他那个整个山村里就这一个大学生 而且在某一个单位里边还做到了领导的职位 所以大家的眼里面 他就是一个神 所有的事情都来找他 每天家里就跟那个上访办公室一样的 坐一批人等着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状态 所以他前妻跟他离婚了 就是没有办法容忍 每天家里有一堆陌生人在那坐着 住着 然后晚上就打地铺 如果你要选了这样的人 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生活 所以你在选这样的人恋爱和结婚的时候 就要考虑好这个场景 这是不是您老人家能够承担的 你能承担得起 就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 承担不起 到此为止 两个人都轻松 免得后面的伤害更多 更深 但是你已经结婚了 那就别再这样了 结婚的话 那就考虑一下吧 协商 就是要明确地告诉对方 这样的状况带给我的困扰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能够接受的底线是什么 那你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还是要有一个协商 如果说确实是协商不成 那也只有分开过了 还有另外一个 婆婆这个生活习惯问题 我就真的不觉得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了不起可以分开嘛 我想你也不会跟婆婆住一个房间吧 应该还是各自各的房间 对不对 那就她的房间 让她由她的生活习惯去过好了 你自己保持着你自己的习惯 比如说 婆婆就是喜欢随地吐痰 乱扔东西 然后客厅里总是会乱乱的 那你就把它收拾一下好了 你自己来收拾 我相信人是会改变的 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破窗效应 但是也有一个性窗效应 就是说一个窗户 如果有一个小洞的时候 这个小洞没有及时地修补 你等着吧 用不了几天 这个窗户的整个玻璃都会被砸没的 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允许被破坏的 所以都会来破坏它 但是如果在一大片 这也是美国人曾经做过的一个测试 就他们让其中一大片那个很脏很乱的那个居民区 就是平民区 他们让一个小姑娘就某一天在学校里面 老师带着她洗了澡 换上了新的衣裳 把头发梳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地回家了 然后妈妈一看就说 哎呀那我们的餐桌太脏了 别弄脏了这样的好看的衣服 就开始打扫餐桌 餐椅 打扫完桌椅之后就会说 哎呀地面也太脏了 因为那么干净的桌子 然后就会跟着开始打扫地面 地面打扫完 接着就开始说 哎呀那门也太脏了 窗也太脏了 就开始打扫她一家 这家很干净了 邻居会看 哇这家好干净啊 那我是不是也把我家打扫一下 邻居就开始打扫她家 没用多久 这个居民区就变得干净整洁 如果你能够多做一点 勤收拾着点 慢慢地 人都是有向上向善向好的心的 他也会接受这样的居住环境 因为这个会让他更舒服